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我是鄧飛騎校長 歡迎大家收看屈基TV的屈基焦點欄目 最近新聞有報導 以色列軍事情報局局長辭職 以色列有三大情報機構 至少 軍事情報局屬於國防部 一般來說 中文簡稱為阿曼 以色列文的一個簡稱的譯音 軍事情報局局長辭職 為何辭職 成為第一個 要為去年10月7日被哈馬斯偷襲 而要負責的一個情報官員 沒有辦法 問責的 走不掉 我相信第一個 會陸續有來的 走不掉 在今集和大家講一下 情報人員 或是所謂的情報單位 其實沒有什麼神秘的 實際上 都是打份工的 跟公務員沒有什麼分別 事實上多數都是公務員 很多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受到尖士邦電影的影響 很多時候 說起情報單位 說起間諜 說起特工 大家就想到尖士邦很帥氣 又穿名牌的西裝 有很高級的享受 這些所謂尖士邦式的想法 其實是錯的 根本上是不存在的 把尖士邦式的間諜工作的形象 將它美化 不單止美化 甚至 好像說到 一個人可以扭轉乾坤 千山我獨行 其實這是根本不存在的 間諜是不會有尖士邦 有時將間諜機構 情報單位的首長 所謂的情報頭子 很多時候 人們會將他想像成為自帶的 神秘光環式的一個人物 好像魔王 想言不可侵 我經常覺得沒有那麼誇張 當你多看一些歷史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都是等閒人普通人 情報機構或者情報單位 意思是一樣 其實他也是一個政府下方的一個部門 他跟一般的政府部門沒有什麼分別 他也是整個政府架構下的其中一個分支部門 所謂的間諜頭子 情報機關的首長 他也是整個龐大的政府官僚體系 裏面的一個部門的主管 沒有分別 而同時 所謂的間諜或特工 尤其是做前線的證明 通常的間諜或特工有兩個分工 一個是真的在前線搜集情報 真的在前線做搜集情報 或者做一些特別行動 例如搞破壞 暗殺等等 我們稱為前線的特工 另外 英文叫做Case Handler 就是專門負責跟這個 所謂的特工間諜去保持一個聯繫 怎樣才是保持聯繫呢 可能這個間諜是這個Case Handler 這個聯繫人去發展出來的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他領著他 Case Handler 領著前線的特工的Agent 或者採取一些搜集情報的行動 或者是一些特別行動的時候 這個聯繫人 幫他做好後勤的協調工作 方便這個特工 在前線去完成他的任務 基本上是兩類人 一類人就是前線的特工 一類人就是在後面領著他 以及做後勤的協助工作 聯繫人 我稱他為 英文叫Case Handler 前線特工也好 Case Handler 這些更加是 情報單位的官僚架構裏面 其實是一顆螺絲釘 跟一些基層公務員 或者中層的官員 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 既然我們認為 只要是一個龐大的政府架構 只要是一個官僚體系的時候 不同部門之間 部門的主管 和上下級之間 一定是存在各種各樣的官僚行為 我記得電影《笑傲江湖東方不敗》裏面 任何行曾經有一個說話 講過一個說話很經典的 他是取笑 李連傑飾演的林胡聰 他說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江湖 人就是江湖 意思是什麼 如果套用到一些官僚的行為裏面 其實所有官僚的部門 無論他做什麼的決策 無論他採取什麼行動 其實不是純粹是一個對於政策 去做一個理性分析之後的決定 不是 他肯定是參與著各種不同的部門的利益 主管人員的個人的利益 上下級各自利益的考量 都有齊了 不純粹是為了做好這件事 而去做 肯定侵襲了很多 私人的因素 或是個別部門的因素 侵襲其中 所以難免會有那些大家互相 你推我讓 射博 A字博 或者是互相扯皮 以至到權力鬥爭 不用這麼複雜 一句說話用香港人熟悉的說話來表達 就是辦公室政治 辦公室政治 除了存在在一些商業機構 除了存在在一些官僚架構 其實他一樣都存在在情報單位裏 是沒有分別的 你不要想到情報單位很神秘 很厲害的 手段很厲害的 什麼以色列的摩薩德 你看很多的 文學作品 電影 和一些網上的資料 總是神化到 世界第一流的一個情報單位 世界第一流的 採取特別行動的一些執行部門 他是叫做一流 但是不代表他沒有甩屁 不代表他沒有 內部的辦公室政治 一樣都有的 沒有分別的 所以我這裡想和大家舉幾個例子 到底一些情報單位是怎麽樣有甩屁 或者是官僚行為 希望大家以後觀察一些 所謂的情報工作 不需要將他神化 更加不要將他變成了占士方法 不是這樣的 都是尋常人 有什麽的官僚行為 最常見的官僚行為 當然是 射博 不願意背鑊 簡單來說 什麼情況下不願意背鑊 會射博你推我讓 通常是一次特工的行動 失敗了 又或者出現一個意料之外的危機事件 好 開始推死了 是他 與我無關 這種情況是普遍存在的 包括現在 被神化了的所謂以色列的摩薩德 同樣都存在 這個不是我自己去弄作出來的 在大概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 大概95年到97年左右的時候 以色列情報局 大家耳熟能詳的摩薩德 當時的局長叫 Danny Adam 我稱他為 亞當局長 他後來寫了一本 《個人回憶錄》 《個人回憶錄》 《權力的迷宮》 很清楚 這本書是好看的 但這本書其實在很多 中文的書評 評價不高 儘管這個《亞當局長》 我記得好像在17年左右 他來過中國 《權力的迷宮》這本書 出中文版的時候 他來過做一個簽名會 很多中文的讀者去找他簽名 但是後來這本書出版之後 很多人覺得這本書很悶 囉嗦嗦 覺得亞當局長的 回憶錄其實很沉悶 不是真的那麼好看 其實道理就是 亞當局長這本《權力的迷宮》 他基本上是沒有一些 大家以為的 斗篷加備首飾 不懂的 一個間諜的驚險的情節 其實完全沒有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看一些 通俗的間諜小說 尤其是坐飛機 在機場購買一些通俗的小說 購買一些間諜小說的時候 包括詹斯坊也是 他通常會有很驚險的情節 主人公也很厲害 所謂的斗篷 隱藏著自己 所謂的匕首 帶著一些秘密的武器 但是這位《情報頭子》 寫的回憶錄 基本上是沒有這種情節 所以書評 不是太好 但是站在我的角度來說 因為我是讀政治及公共行政 如果從公共行政的角度來看這本書 其實是很精彩的 這本書很精彩的地方就是 它揭示了很多 不為外人所知的情報單位裏的官僚行為 或者辦公室政治 不同的情報部門 我剛才所說的 以色列有三大情報部門 屬於國防部 屬於軍事情報單位 那個叫做軍事情報局 或者叫做軍事情報總局 這個翻譯沒有所謂 中文簡稱叫做阿曼 另外一個就是摩薩德 對外情報局 這個也是很有名的 還有一個叫做對內情報局 負責做反間諜 這個就是Shimbat 英文簡稱 中文叫做森貝特 摩薩德 森貝特 阿曼三大情報單位 構成了 以色列的最重要的情報體系 三個部門 在坊間都吹得很厲害 怎麼厲害 當然他們有很厲害的成分 這本《權力的迷宮》 亞當局長寫的《權力的迷宮》 揭露了大量的辦公室政治事件 我舉幾個例子 以色列的情報組織 不斷地扭軟 以及不斷地扭軟 廣東俗語所說的蛇軟 大概在1997年7月的時候 出現了一次自殺式攻擊 哈馬斯對以色列的一架好像旅遊巴 採取一次自殺式攻擊 很多以色列的平民百姓死了 在那時候摩薩德決定 要報復 怎樣報復呢 報復就是要刺殺一個哈馬斯的高級官員 來報復 好 問題是刺殺誰呢 1997年的那個年代 雖然當時的 以色列的總理和現在的總理是同一個人 內塔利亞湖是第一次做總理的 在1997年的時候 但是當時整個國際政治環境 以及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 的關係 就不像現在 基本上是針鋒相對 當時也沒有去到這個地步 結合 一起打氣 一起來打氣 當摩薩德決了要刺殺一個 哈馬斯的高級官員的時候 殺誰就變成一個 令人拿不定主意的 決策 當時有幾個人參與決策 第一是以色列總理 政府主席 就是內塔尼亞胡 第二是國防部長 然後是三個情報單位的首長 其實還包括第六個人 就是以色列軍隊的總參謀長 六個人討論到你殺誰 如果你殺哈馬斯的第一把手 做不到 因為神龍見守不見美 找不到 當時想過 殺第二把手 不行 因為哈馬斯的第二把手 是有美國的護照 有美國國籍的 殺了他 萬一激怒了美國 當時美國是克林頓政府 並沒有撐以色列 那時候 殺了一個美國的公民 搞不定 後來就讀來讀去 讀來讀去 鎖定了在哈馬斯管理層裏 一個排第三還是排第五的人物 中文翻譯叫馬沙勒 馬沙勒這個哈馬斯的高級官員 最後決定 就暗殺他 當時摩薩德的亞當局長 反對這個目標 他覺得這個目標是不行的 說是一個高級的官員 但實際上 其實他不是那麼高級的 就算殺了他也好 以哈馬斯的組織體系 很快就有新人取代他 基本上沒有任何轟動的效應 沒有任何轟動的效應 沒有任何轟動的效應的時候 你起不到一個報復的感覺 結果在這個會議裡 沒有決定刺殺誰作為一個目標 散會 散會過了一段日子之後 到了8月的時候 突然 亞當局長就收到 以色列總理辦公室打來的電話 打電話給他那個人 也是一個很高級的將軍 那個將軍就告訴他 現在決定刺殺目標 不變了 就是馬沙勒 你不要跟他爭論 他到底是否無名小卒 總之現在總理決定了要刺殺目標 馬沙勒 亞當局長說 什麼 總理決定 我們上次開會沒有說過這件事 未定目標 結果總理辦公室的高級將領跟他說 我們已經開了會 已經拍板 定了殺他 亞當局長更加覺得疑惑 你開了一個新的會 開了一個什麼新會 有什麼人參與 這個將軍就跟他說 不怕跟你說 總之以色列總理 內塔利亞胡 是主持這個會 有國防部長 也有辛貝特 即是辛貝特的對內情報局局局長 我們這三個人已經開了會 最後已經拍板決定了 要殺馬沙勒 結果亞當局長就非常震驚 為什麼 最後落實要執行刺殺行動 是由摩薩德來執行 但原來我作為摩薩德的局長 是沒有權去參與這個決策會 但你們拍板之後 直接交給我執行 算了 總理也算了 國防部長管不了摩薩德 辛貝特更加管不了摩薩德 因為大家是同級的 一個對內一個對外 等於一個負責內務的 一個負責外務 沒有理由內務的去參與 我自己也不可以 但沒辦法 因為總理辦公室直接打到內地的說法 叫官大一級壓死人 沒辦法 唯有執行 決定執行是要刺殺馬沙勒 這個人 也有一個很大的麻煩 就是什麼呢 馬沙勒這個人 有兩個麻煩 第一個麻煩 據說他有加拿大的護照 有加拿大的國籍 知道之後會 會 示威遊行 或者抗議 怎麼辦 加拿大不見得 會撐以色列 第二 馬沙勒的人 是在約旦王國 以色列東北的約旦王國 當時約旦王國的國王 約旦國王 與以色列的關係 包括與摩薩德局長的關係 是很友好的 那麼你在一個友好的國家上面 去刺殺一個人 那麼你搞不好 就變成約旦和以色列兩國的關係 就會惡化 甚至會很黑 約旦國王爭的 但是問題是 你有沒有理由 預先通知約旦國王閉下 不好意思 我現在摩薩德要派人來約旦 去刺殺一個哈馬斯人 你又沒得這麼說 因為你這麼說 第一 你會洩密 第二 約旦國王不可能配合你 有什麼理由 我會開放我的國土 讓你來刺殺一個人 沒有可能這樣做 那是什麼 即是秘密進行 瞞著約旦國王 秘密潛入到約旦國土裡 去刺殺馬沙勒 問題就是 這是一個風險 既是政治風險 亦是外交風險 亞當局長說 這個不是我自己會拍攝的 不如我們再開一次會 再開一次會 再說清楚 第一 是真的殺馬沙勒 第二 在約旦中殺了這個人 說得清清楚了 幾個又開一次會 根據亞當局長的回憶錄裏 他所說 在討論期間 他向情報部門主管委員會 負責領導他們三個部門 總之會報得很清楚 包括主管會知道 包括 包括辛貝特的局長 包括軍事情報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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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總理也知道 不會不知道 第一是撤殺馬沙勒 撤殺目標 第二 要在約旦王國境內 去撤殺馬沙勒 結果後來殺不成 結果很脫掉 撤殺不止不成功 不成功不止 還要派去的兩名特工 被約旦警察逮捕了 被約旦警察逮捕了 是瘀到爆 你想像一下 特工被警察逮捕 已經是一件很丟假的事 簡單來說 用我們廣東的說法 就是被人斷政 被人斷政之後 被人斷政之後 就通天了 約旦國王就震怒了 拍台拍椅 說我不會放這兩名特工走 你不用自己放他走 同時加拿大和美國強烈不滿 要求善後 簡單來說 要以色列 要摩薩德 摩薩德的局長 雅當局長 當失敗之後 他跟政府和總理說 這件事我早已警告過 不可以在約旦這個友好國家的境內 做刺殺 糟糕了 現在中了招 那怎麼辦 怎麼知道 大家都說不知道 我們沒有參與這個決策 內塔尼亞湖總理 無可無不可 他沒有否認自己參與決策 但是也沒有肯定過 但是什麼國防部長 軍事情報總局局長 森貝特的局長 大家都說沒有 我沒有參加過任務會議 我沒有簽紙過任何事情 什麼會議都看不到我們的簽名 我完全不知道你是準備在約旦裏刺殺馬薩勒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總之射到乾乾淨淨 哇 當局長那一刻 真是很痛苦 那一刻他才知道 整班人都是這麼 真壞人來的 那麼射龜 射給那個人 我補充一點 整個刺殺行動 為什麼會失敗呢 他的刺殺並不複雜 他最主要是派了幾個特工 有四個特工 還有一些後勤人員 進入約旦裏 他就看著馬薩勒離開他的御所上車 然後上車之後 去到一個地點之後下車 然後特工就出動 特工的出動就是做什麼呢 特工的刺殺辦法就是 一個很俄羅斯風格的刺殺方式 就是拿著一罐可樂 那罐可樂其實是有毒藥的 一個拿著一罐可樂 另一個就拿著另一罐可樂 兩個特工一齊 就是 開過可樂的二拉罐 開過可樂的二拉罐 那些可樂就散到 噴到四周圍 很多屠人就被噴濕了 那些人都說 噴什麼可樂 噴到大家一身都是這樣 其中一罐可樂 就不會噴給周圍的屠人 他就只是噴給刺殺目標 馬薩勒而已 尤其要噴到他的耳朵 在他的耳朵裡入血 就可以把他毒死了 整個設計是這樣的 為了令到這次刺殺行動成功 甚至這些負責的以色列摩薩德特工 曾經潛入了藥朵裡 真的拿著兩罐可樂 沿途噴一次 看看效果如何 不是去讀普通眼 嘗試做一次演習 做一次 誰不知實行這次刺殺行動的時候 為什麼會出事呢 試完刺殺目標馬薩勒的女兒 是小朋友 突然跑過來 突然不知道有什麼要跟爸爸說 跑過去找爸爸 即是女兒的保鏢兼司機 叫他女兒走 後面又追 那女兒在前面走 司機後面追他 那時候 那些屠人看到之後 有些混亂 有些騷動 有些騷動的時候 那兩個以色列特工 是尾隨著馬薩勒的 在後面跟著很貼的 那時候 因為女兒在後面追過爸爸 所以沿途引起一些騷動 那時候馬薩勒聽見 後面突然會這麼吵 另一面看 既是看到自己的女兒 和司機的保鏢 也看到有兩個人拿著可樂罐 他突然想起 這兩個人肯定是想殺自己的 很聰明的 始終是訓練友方的人 屬於哈馬斯高層 在那時候他知道那兩個人暗殺他 就走了 拼命地走 然後 如果按照特工的行動指引 這兩個特工應該即時終止他的行動 什麼情況之下要終止 第一 你被你的目標發現了 第二 你的圖人 有很多圖人參集其中 大家知道以色列不怕誤殺無辜 但問題就是 那麼多圖人 其實是很難精準 可以刺殺的目標 如果按照特工操作的指引 這兩個特工要立即停 不可以再行動 但是那兩個特工又不睡 就要追 追著馬斯勒 追著馬斯勒的時候 雖然有毒藥的可樂罐 那些可樂 真的弄在馬斯勒那裡 但是不足以令他致命 反過來 因為周圍的藥彈的巡警 就發現了 馬上跑過來 把這兩個特工抓了 就扣留在警察局裡面 就在那邊 就被騙了 其他相關的人員 其他的特工 和後勤支援人員 已經來不及 撤退以色列 全部都放進去 以色列駐約旦的大使館裡面 走也走不了 整個行動都脫掉了 脫掉了 摩薩特的瓦當局長 要善後 一方面是善後 另一方面 以色列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查 這件事 責任是誰 最後調查委員會的結論 就是責任完全是 瓦當局長 一個人要承擔了 當然這個瓦當局長當然不睡覺 總理不關事 森沛特局長也不關事 軍事情報局長也不關事 甚至國防部長也不關事 但是沒有人幫他負責 是他一個人吃光 他沒有因為這樣而被要求辭職 還沒有 硬撐到底 過了一段時間 另一個行動又失敗了之後 他才會辭職 在這個行動他沒有辭職 但是也叫做善後 這個善後 你留意 當時美國的民主黨政府 是不同於現在的 不是盲撐以色列的 克林頓強烈要求 以色列必須交出解約 有毒的可樂 雖然是讀了馬沙勒的刺殺目標 但是沒有致命的 但是有解約才可以 不知是甚麼 美國和加拿大成功逼以色列 交出解約 馬沙勒這個人就叫做救了 有件事 但是重點就是 你看到那些人很壞 所有的責任都推在一個人身上 跟辦公室政治真的沒有任何分別 這是一個比較經典的例子 後來也發生了另一件事 在一個旅遊聖地裏面 亦是一個祈禱的聖地 無論是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也好 還是以色列人也好 都會去一個山洞裡祈禱 在山洞裡祈禱 有一天有一批阿拉伯人 在那裏很和平地祈禱的時候 結果有個以色列的極端分子 走上來亂槍掃射 打死了很多阿拉伯人 打死了很多阿拉伯人之後 但是死靜的阿拉伯人 就奮起反抗 用石頭打死了 以色列的極端分子 這件事又搞到 摩薩德的亞當局長 又搞到他掉了 很多人就怪罪他 為何你沒有做好保安工作 為何有個極端分子 上了祈禱的聖地 去把那麼多阿拉伯人都殺了 然後亞當說得很清楚 又是我 又是我什麼 所有 任何情報的預警都沒有 因為這個極端分子 後來查他的檔案 真是純粹是個人行為 亞當局長稱這個人 是猶太極端主義者 用後來美國人的術語 所謂的孤狼行動 他沒有組織 純粹是他自己想到一邊 想到一邊之後 就跟著拿槍去射人 沒有做任何預警 沒有做任何預測 所以做不到 照計的責任就不存在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所有的情報單位 將責任又指向摩薩德 又指向他身上 所以 你看到其實 不是有什麼高效率的 情報單位的運作 其實都是你推我讓 你射給我 我又彈給你 其實都是很黑暗的 這是有什麼事 第二種的辦公室政治行為 或者官僚行為 這是很匪夷所思 可能對於大家來說 講得正規一點 就叫做弄虛作假 什麼叫弄虛作假 講得簡單一點 就是放流料 你不要以為間諜給的料 一定是真的 有些間諜是虛購情報資料 虛購情報資料 其實在世界的情報歷史上 是很常見的 不是個別的例子 是很常見的 只不過 正史的記載比較少 小說的記錄很多 有什麼小說呢 我現在一想都想到 有三部小說 有一個很著名的間諜作假 Graham Green 有本書叫做 《我們在夏灣拿的人》 夏灣拿就是古巴的首都 這本書就是講一個 所謂派著古巴首都的 所謂臨時臨記的特工 他就放流料 他基本上交給上級的情報資料 基本上都是流料 另外一個是很有名的 這是現代的 英國的間諜文學作家 John Le Carré 的一個經典小說 後來拍成了電影 叫《巴拿馬的裁縫》 這個有電影的 主演是謝菲露薯 大家可以看看 謝菲露薯就是一個 臨時被人發展成間諜的人 最後放流料 所有情報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沒有事情是真的 結果是騙過了英國 也騙過了美國 美國無緣無故突破了 巴拿馬一次 然後英國的情報單位 特務 利用這個騙局 騙中情局的錢 騙了2000萬美金 可能大家會覺得 邪惡的小說 你不要當真 不是 重點是 Grand Green 和John Le Carré 表面上的作家 但實際上 他們這些人 都是做過 英國軍情六處的特工 所以變成他們寫的特務小說 很多時候都是有一個真實的背景 因為他們經歷過 甚至現代一個很著名的英國作家 毛毛 寫小說很厲害 毛毛有一本間諜小說 間諜文學集 叫做《間諜阿興登》 這個就是更奇怪 亦都在說 阿興登這個無厘頭做了間諜的人 其中有些無厘頭的地方 就是放流料 用一些虛假的情報 去欺騙上司 叫我騙一些情報經費等等 毛毛 Grant Green John Le Carré 這些現代的英國作家 甚至是當代的英國作家 其實他們都曾經做過特務的 曾經在情報單位服務過 不止幾個人 有大量現代當代的英國記者作家 其實他們都曾經做過間諜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寫的小說 尤其是牽涉到間諜小說 都有一定的真實的情節背景 在後面去支撐 不純粹是虛構的 那麼有沒有真實例子 當然有 這個真實例子也都在這位 亞當局長寫的《權力的迷宮》 這個回憶錄裡面 我覺得這個放流料的例子 其實是比我剛才說的任何本小說 都來得經典的 如何經典化呢 就是這樣的 有一天 摩薩德的一個部門主管 找亞當局長匯報 他說 有一個聯繫人 屬於摩薩德的聯繫人 這個聯繫人是專門負責 去和一個 深潛在敘利亞軍方內部的間諜 去負責聯繫 甚至準確來說 這個聯繫人的名字叫GIL GIL GIL GIL這個聯繫人 他聲稱他曾經發展過一個 敘利亞的將軍 成為內鬼 成為無間道 服務於以色列的摩薩德 有件這樣的事 所以一直以來 GIL跟這個將軍間諜 一直保持聯繫 從而搜集了大量的情報 尤其是屬於軍事類的情報 是特別多的 所有情報之中 軍事類的情報 是最有價值的 這個大家都理解 但是這個部門主管 跟亞當局長說過 但是我一直覺得 有些怪 什麼有些怪呢 就是 GIL 根據這個 不是GIL G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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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所謂的敘利亞的將軍內奸 所上程上來的情報資料 或者報告 很多時候跟事實都不符合 有出入 不完全對 結果這個情報主管 他就向亞當局長說 我懷疑 這個間諜 這個敘利亞的將軍 可能是 露點了我們的聯繫人 最好查一查他 這個時候 亞當局長就決定 他很難去查 什麼意思呢 通常來說 在一個情報單位裡面 有三個人 情報的主管 跟著聯繫人 就負責發展一個間諜 跟著跟這個間諜 保持一個領導 和支持的關係 如果真的屬於情報局的僱員 真的屬於情報局的工作人員 其實那個聯繫人才是情報局的 正式受薪的 又編制的僱員 他發展出來的內鬼式的間諜 其實那些不是情報局的正規僱員 簡單來說 就是相當於警察所說的線人 線人不是警察 負責跟線人聯繫的那個警察 才是警察部隊裡 警察部的人 分得很清楚 因此 一般來說 一個情報主管 覺得一個情報有問題的時候 他首先不會懷疑 自己人 那個自己人就是聯繫人 他不會懷疑人 通常他就懷疑那個線人 懷疑那個間諜 陷出幻 通常都是這樣的 很少是懷疑自己的 同一個單位同一個部門裡面的 那個聯繫人 很少 所以亞當局長他也是出於一個 這樣的職業的習慣 他沒有第一時間去懷疑 這個聯繫人阿嬌 他沒有懷疑到 但是後來一再就發現 他不是老的 這個人也是古古怪怪的 所以就決定 不如試一下去查他 開檢查阿嬌 阿嬌 還有那個所謂的 敘利亞將軍內奸 到底兩個是怎樣聯絡的 阿嬌一直都說 不要不要不要 這個敘利亞的間諜 是很高級的將軍 他不方便跟我們見 不方便接觸我們 一見面他就曝光 不行不行 一定不能給他曝光 阿嬌一直都是推堂 不想讓摩薩德的人 知道這個所謂的敘利亞將軍內奸 是怎樣的 完全不肯說 只是告訴他有那個人 有那個名字 這個名字是真實存在的 這個時候越說 越令到亞當局長懷疑這件事 所以會開檢查他 但是開檢查他的時候 又有辦公室政治出現 因為阿嬌透過這個所謂的敘利亞將軍內奸 搜集回來的軍事情報 以色列的國防部和軍事情報局 是很滿意的 覺得他的軍事情報的質量很高 已經是某程度上依賴了他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國防部和軍事情報總局就說 我不管你 總之的話 你摩薩德一定要透過阿嬌 透過敘利亞將軍內奸 你把我想要的情報一定要交給我 否則我監獄 我做不到一個正常的軍事決策 我的責任就是你摩薩德 又推到摩薩德身上 在這個時候沒有辦法 也是要查的 覺得不是路 在這個時候 阿嬌當局長組織了一隊人 開始查 查了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阿嬌這個人 根本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一個敘利亞的將軍 儘管他聲稱說 我現在要去敘利亞去見這個人 或者我繞路繞到歐洲去見敘利亞的內鬼 跟蹤他的那些摩薩德特工 發現他根本沒有見過任何人 他純粹拿著摩薩德給他的經費 吃喝玩樂 以及享受頭等倉服務 享受出入境的豁免去簽證 以及豁免去做案檢 總之他是享受的 雅當局長真的可以 即是你沒有見過任何人 即是你沒有見過任何人 你所有的那些所謂的 跟間諜或內鬼去做摺頭的事情 所有都是虛構的 可以查他 結果 非正式地拘捕了阿嬌 然後 雅當局長就要摩薩德特工去審他 審阿嬌 你是不是老作 但是摩薩德特工沒有辦法審他 因為阿嬌本身也是摩薩德的人 審來審去阿嬌也是屎口否認 沒有沒有沒有這件事 你要老屈他 沒有 沒有辦法 最後真的沒有了 沒有了 阿嬌局長就算了 不要自己人查自己人 自己人查自己人是忍著手 查不到下去的 我們找外人來查他 找誰呢 找薩德特 薩德特就是反間諜機構 你請反間諜機構去查阿嬌 當然可以查得到 而且薩德特更過癮 這麼開心 原來你摩薩德出了內鬼 你摩薩德查不到 找我薩德特去查我 我一定會幫你查到底 大家明白嗎 兩個是 某程度上是一個競爭的部門 兩個競爭部門 竟然一個部門邀請另一個部門幫忙做事 發達 幾大查理 結果薩德特派出那些反間諜的警察 是屬於警察來的 審阿嬌 不用兩個小時 阿嬌什麼都吐出來 和盤託出 直接公認 是 原來是放流料 這個所謂的敘利亞軍方的將軍 是真實存在的 也真的是一位將軍 但是 當阿嬌發展他成為間諜的時候 這個敘利亞將軍是一口拒絕的 從來沒有同意過 從來沒有答應過 也沒有跟阿嬌有進一步的聯繫 什麼都沒有 即是說一直以為阿嬌 是憑他自己的想像力 去構思 他和這個所謂的將軍 是有一個情報的聯繫 是假的 完全是假的 那些情報又怎麼來呢 為什麼可以令到 以色列國防部 和軍事情報總局覺得 好啊 軍事情報的質量很高 其實 阿嬌個人的學習能力是很強的 後來一直進他的家裡搜查 他搜查發現他家裡是一個 簡直是一個微型圖書館 這個微型圖書館 是有齊了 敘利亞 以色列 尤其是敘利亞 所有的軍事 地理 所有的資料 全部都有齊 即是說 他是不斷在自我學習 自學 用自學的方法 來掌握了很多敘利亞 的軍事 以及軍事地理的知識 從而他虛構的情節的時候 就不是完全是老作的 他是建基於在真實已知的資訊上 再虛構出來 所以可信性就很高 而且有些東西被他撞著撞著 又撞中了 不是他拿的情報 但是被他撞中了 這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經典到什麼地步 不僅是虛構出來的情報 是門過了摩薩特 門過了以色列國防部 以及軍事情報組 而且大家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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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多久 足足玩了多久 這個虛構的情報關係 足足玩了23年 這個阿嬌他虛構的情報關係 以及報留了放了 足足用了23年時間 23年之後才真的把他揭露了他的面目 才把他查出來 查出來當然是起訴他 告他 告他之後 其實罰也不是罰得很重 罰了五年監 但是過足人 23年以來 這個放流的阿嬌 充分享受情報單位 給他的行動經費 以及跨國旅遊的特權 他完全享受了 這是一個真實的事件 不是我自己說的 是亞當局長 摩薩特局長 他自己爆響 這是很難找到的 在政史裏面 真實記載的一個放流的事件 由此可見 間諜也好 也是打工的 情報單位 和其他的官僚架構的辦公室政治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黑暗的 都是你推我一樣 商戶之間被招皮線 或者商戶之間推卸責任 一樣都會發生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一些 有關間諜或情報組織的新聞資訊 我們下集再見 然後再次看 我們在下集中 我們下集中 在下集中 都會有限定 但我們下集中 我們下集中 那一集中 都會放在下集中 在下集中 是最多的